台中一名吴先生从外送平台买挖柜来吃 结果餐盒一打开就发现了一根生锈弯曲的大铁钉就藏在挖柜里面 让吴先生指数吃到差点要出意外 另外有一名女网友在知名的连锁卖场买了一盒草莓大福 结果她的妈妈吃到一半被义务给卡住喉咙 咳出来之后发现竟然是塑胶片系的po网投诉 餐盒才打开准备开吃 结果里头挖柜竟然藏着一根生锈 弯曲的铁钉 铁钉挖出来跟50块硬币差不多大 吴先生吓坏透过外送平台买挖柜竟还附赠一个铁钉 让他直呼吃到差点升天 卫生还是东西独立各方面都要做主意 吴先生点的就在台中中区这家面摊专卖面食 挖柜 米肠等小吃 这回发生有民众差点把铁钉给吃下肚店家 探成舒适 沟的地方这里它有用那个钉子 然后掉了 我们的搅拌这样子在里面是不是没有看到真的 跟吴先生很郑重的说道歉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疏忽 业者已经将全部的汤勺更换为不锈钢材质 作业场所卫生机茶的结果 发现有机程工作人员为落实戴工作帽 以及食品为良好覆盖等缺失 现在外送平台已经退费店家也跟吴先生达成和解 针对机茶缺失 卫生局已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将依史安法开罚6万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无独有偶还有一名女网友在连锁知名卖场 买到一盒餐有塑胶片的草莓大福 让妈妈吃下卡住喉咙险些发生危险 也这解释是员工在捡带红豆料时 不剩料金酱料 会再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不让类似情况再发生 接下来让我们顺顺台中 差不多 我们下期再见